生活方面的讯息 您也有减肥的困扰吗 有营养师分享了12种燃烧系食物 可以成为民众减重时的小帮手 像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食物 像是蛋、豆、鱼肉类 都可以增加饱足感 提升新陈代谢率 茶跟咖啡也可以提高身体的脂肪燃烧能力 黄豆、黑豆则是富含有蛋白质跟纤维质 可以像苹果醋一样帮助减肥 不过营养师提醒了 食用时要避免糖分的过度摄取 现在不少民众三餐外食 加上每天坐办公室 肥胖问题跟着找上门 怎么减肥成了大难题 就有营养师分享 几类燃烧系食物增加新陈代谢 像是减肥足必吃的蛋豆鱼肉类 可以提升新陈代谢率15%到30% 也能保持肌肉量增加饱足感 坚果和海鲜类有丰富的矿物质 铁和锡等 帮助人体调节新陈代谢的甲状腺正常运作 另外咖啡因和儿茶素 也是减肥小帮手 研究指出每天喝三杯咖啡 可以额外燃烧100大卡 乌龙茶和绿茶等 则可以帮助脂肪燃烧能力提升17% 但在摄取时还是有几点要注意 建议每个人一天 就是不要超过300毫克的一个咖啡因 一天2000毫升的水分的话 你可能有800毫升 可能是黑咖啡跟绿茶 那剩下来的还是要以白开水为主 爱吃辣的民众 辣椒素可以略微提高 身体燃烧卡路里的速度 喝水时里面加入姜粉 可以多燃烧一点卡路里 海藻中的点 同样是甲状腺运作所需物质 黄豆黑豆则是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可可和苹果醋 一样可以帮助减肥 但要注意食用时 要避免糖分过度摄取 均衡饮食的一个基底之下 基本上你不用太担心缺乏的问题 除非你真的很偏挑食 你可能额外可以补充一些 像是蓝藻绿藻这种保健食品 或者是一些综合维生素 营养师也提醒 虽然这些食物可以帮助促进新陈代谢 但还是不能过量食用 免得摄取太多热量 减肥不成 反而越吃越胖 记者投资声音频繁体的报道